We are here looking for the Gospels 大家好歡迎回到Kevin的頻道 今天要跟各位分享的這款玩具是Titan's Return Void Class BloodSide 首先我們來看一下它的包裝 在盒子的正面這邊有這個Blasite頭被砍掉的畫面 Titan's Return Void Class BloodSide也是我們的排砲 然後看到側面有這個排砲更大張的一個插畫 看到後面則是一些商品圖 它是一個三變的變形金剛 旁邊則是一些推坑圖 那這個盒子就像這個樣子 接下來我們回到玩具的本體 首先我們先從飛機型態開始看起 那這款玩具有附帶一張人物卡 人物卡的正面的插畫畫的是非常的不錯 非常的正點 看到後面則是它能力值的一個部分 那就把它丟到旁邊去 然後還有附帶說明書 說明書是這樣子打開來的 裡面印的是不清不楚的 那這個說明書就把它丟到旁邊去 還有附帶一個 這個東西滾!滾遠一點 還有附帶一個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是什麼東西呢 這個東西在這個載具形態之上 它可以跟它做一個互動 那這個也就是這個大無味的飛機小隊 這個是銀劍 然後這個是一些有的沒有的 這個銀劍 為什麼會取這個名字 蠻奇怪的 它叫銀劍 為什麼不叫銀盪呢? 好!那這個東西呢 就像這個樣子 那我們回到這個玩具的本體 那這個飛機型態呢 應該就是這三個型態裡面 算是最差的一個型態吧 這個感覺就是 官方說它是飛機 它就是飛機 你少在那邊囉嗦 那這個東西呢 如果拔起來的話呢 看起來是更慘不忍睹的 我們來看一下 在上面呢 你看這邊 動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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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處都是動 翻過來看呢 也是動動動動動 動什麼東西啊 動 這個有一個機頭 還有兩片 小小的翅膀 基本上呢 我感覺不出來 它是哪裡有像飛機 就 不管啦 來看一下它細節 首先呢 在機頭的部分呢 這邊有一個紅色的塗裝 看起來是不錯的 這個駕駛艙呢 是可以打開的 打開來 打開來呢 你是可以把這個 Titan Master放在裡面的 那我們把這個Titan Master 把它放在裡面看看喔 那放在裡面呢 看起來就像這個樣子 看起來是還不錯的 然後呢 看到它的機身呢 這邊有一個博派的標誌 然後後面呢 就是它兩隻腳 就直接掛在這邊喔 那手呢 也是掛在旁邊喔 那細節來說呢 看起來是還OK的啦 細節刻畫是還不錯的 然後呢 它這次用的呢 也是一些貼紙 像這個博派標誌 旁邊這邊還有這個 都是貼紙喔 那貼的呢 也是不怎麼樣的喔 所以說這個 這個貼紙 都有點凹凹凸凸的 看起來呢 是不怎麼樣的 我是寧願你給我塗裝 你不要給我貼紙 這個東西呢 我已經講過很多次喔 你貼紙呢 一定會隨著時間喔 有一種剝落的現象 更何況 這個貼紙的品質 也不是說多好 它貼在這個 不平整的面上呢 看起來就是 就是不怎麼樣啦 那這飛機型態呢 就像這個樣子 它沒有起落架喔 所以說你也只能 平平的放在這個桌子上 那這個飛機型態呢 我個人是覺得說 它算是硬凹出來的吧 我覺得就是 這個機頭跟這個機翅膀喔 看起來蠻好吃的之外呢 其他就是 看起來就是 有點硬凹的成分在裡面喔 那這個飛機型態呢 就像這個樣子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它從飛機型態 變為航空母艦型態的一個 變形步驟 首先 把這個旁邊 這邊有個卡扣 把它鬆開來 另外一邊也是一樣 鬆開 然後呢 在腳的這邊呢 有一個卡扣 把它鬆開來 另外一邊也把它鬆開來 然後呢 就可以把它的腳 伸直 把它伸直 把這塊部件呢 把它旋轉180度 翻到上面來 另外一邊也是一樣 把它翻上來 然後呢 再把這個腳轉90度 另外一邊也是一樣 轉90度 接著就可以把這個腳 做一個合併 稍微把它合併起來 然後呢 把這塊東西把它拉出來 然後擺到前面去 另外一邊也是一樣 把它拉出來擺到前面去 把它翻過來呢 就像這個樣子 把這一片東西 把它 蓋過來 這兩塊部件呢 把它翻上來 另外一邊也是一樣 把它翻上來 然後跟這邊做一個吻合 翅膀把它翻過來這邊 然後呢 把它扣起來 另外一邊也是一樣 把它翻過來 然後把它扣起來 在手呢 這邊有一個卡扣 可以扣在這個 甲板上面 另外一邊也是一樣 把它移到這個下面 然後把它扣起來 旁邊的這個小翅膀呢 就把它往下面收 另外一邊也是一樣 把它收起來 接著把這個東西呢 把它翻180度 翻上來 然後再把這個東西 往上翻 起落架把它翻出來 把這個東西呢 翻到外面來 翅膀再收回去 後面還有兩個起落架 也把它翻出來 翻到外面來 隨便翻 愛怎麼翻 就怎麼翻 那從飛機變為這個 航空母艦的這個 變身過程呢 就這樣子 大功告成了 在變為這個 航空母艦型態之後呢 看起來是還不錯的 基本上呢 是比剛才這個 飛機型態好看許多的 我個人是這樣覺得 至少來說呢 它這個面是非常平整的 看起來呢 也有像一台航空母艦喔 看起來是不錯的 喔 那我們來看一下它的細節 首先呢 在它甲板上面呢 有非常多的細節刻畫 這邊呢有一個36號 跟動畫裡呢 也是一樣的 然後呢 博派的標誌 然後這裡呢 有一個 跑道的一個感覺 那這跑道呢 是一個貼紙 那這貼紙呢 看起來是 普通 不怎麼樣的喔 尤其是這一塊 這塊貼紙呢 是非常白癡的喔 怎麼說呢 因為它這個喔 它裡面有一些刻畫 它直接把它貼上去之外 它這邊呢 還有一個卡扣點 它直接貼紙 就把它蓋過去了喔 所以說呢 這個卡扣點沒有辦法 跟這邊有一個卡扣 對齊 這個 這個真的是非常白癡的一個行為喔 不愧是我們的官方喔 這個做東西呢 真的是做得非常令人滿意喔 做得超屌的 嗯...不錯 那看到後面呢 這個機頭呢 就是暴露在這邊喔 翻過來看呢 是更加明顯的 那下面呢 有三個起落架 是可以非常平穩的放在桌面上的 是還不錯的 然後呢 這邊是有一個塔台的設計 這個東西呢 看起來也是滿屌的 不錯 側面呢 看起來也是還OK的喔 那這個塔台呢 是可以跟這個Titan Master 做一個互動的 你可以把它搬起來 這個東西呢 把它打開來 這邊呢 就有一個類似座位的地方喔 你可以把Titan Master 把它插在這裡 讓它站在這個甲板上面喔 也不知道說 到底站在這邊幹什麼喔 站在這邊發呆罰站喔 看起來就像 這個樣子 然後它附帶的這個武器呢 也是可以跟它做一個互動的喔 反正上面呢 只要有洞 你都可以插喔 那這邊呢 有一個非常明顯的洞 就把它督在這裡 那插上去呢 看起來是一個 不倫不類的一個造型喔 基本上 我想應該是不會有什麼人 想要把它插在這個上面吧 那我們就把它拔起來 丟到旁邊去喔 那在這個甲板上呢 有非常多的這個小凸 這個小凸呢 都是可以跟這個Titan Master做一個互動的 它腳上有洞嘛 那有洞有凸 你就愛怎麼插 就怎麼插 你就把它督進去 隨便啦 就不要喔 不好玩 那這個凸呢 也是可以跟這個飛機小隊做一個互動的喔 你可以把它撿下來 然後呢 把它這個飛機呢 停在這個上面喔 感覺好像這個航空母艦 載著這個大無味的飛機小隊呢 要出去攻打這個狂派喔 那這個設計呢 我個人是覺得做的是不錯的 蠻屌的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它從航空母艦變為人型的一個變形步驟 首先 把這個東西呢 把它收起來 把它往下放180度 接著把這個翅膀這個地方呢 卡扣把它鬆開來 把它移到旁邊去 另外一邊也是一樣把這卡扣鬆開來 然後呢 把這兩塊 把它往下翻 另外一邊 也是一樣 翻下來 雙腳把它分開來 腳把它旋轉90度 另外一邊也是一樣旋轉90度 然後呢翻過來看 把這個腳掌把它翻出來 另外一邊 也是一樣把它翻出來 這個翅膀呢 就隨個人的喜好 愛怎麼擺就怎麼擺 那通常來說呢 我會把翅膀擺成這個樣子喔 那一雙腳的變形呢 就像這個樣子 接下來呢 我們來處理它的上半身 首先呢 就是把這個起落架把它收起來 收起來之後呢 把這個甲板把它往下放 然後呢 機頭把它鬆開 鬆開之後呢 把它擺到後面來 放到後面這樣收起來 然後呢 手這個肩膀這個地方呢 這塊東西 把它往下放 另外一邊也是一樣 把肩膀這塊部件往下放 手把它旋轉到這個位置 然後呢把它拳頭翻出來 另外一邊也是一樣 把這個拳頭把它翻出來 翻翻翻 隨便翻 愛怎麼翻 就怎麼翻 對沒錯 拿一雙手呢 就像這個樣子 那這個變形呢 就差不多了喔 看一下 後面也是 看起來是差不多了 那接下來呢 就是我們這個頭領戰士 準備head on的一個時刻了 首先呢 就拿出這個頭領戰士 這個頭領戰士呢 看起來是不怎麼樣的喔 沒什麼塗裝 臉就是掛在後面 然後呢 就給它做一個一鞠躬 然後它就變成一顆頭了 那這個頭呢 就可以給它head on上去了 給它堵進去 那堵進去呢 就像這個樣子 那我們這個blood side的變身過程呢 就這樣子 大功告成了 在變為人型之後呢 看起來是還蠻帥的喔 蠻屌的 我個人是還蠻喜歡它人型之下的一個造型 然後呢 看到後面呢 這個機頭就直接背在後面 稍嫌大了一點 那小腿呢 是非常飽滿的 沒有什麼空洞的問題 那接下來呢 我們來看一下它的細節 首先看到它的頭雕 頭雕呢 做的是OK 還不錯 看起來有這個排砲的樣子 然後旁邊呢 這邊是有一個機關的 這個東西呢 是可以收起來的 那只要把它這個斗宅 肚脊的地方給它 嘟一下它就 跑出來了 那這款玩具呢 我喜歡把這個東西弄出來 不知道為什麼 我覺得看起來比較好看一點 然後呢 看到它的胸口呢 這邊有一個透明部件 那這博派的標誌呢 是用貼紙貼上去的 連博派的標誌 你也不給我們用塗裝 這個東西我是有點 這個東西呢 我不是很喜歡 然後看到肩膀呢 這邊有些造型刻畫 看起來都是還不錯的 那這個黃色的塗裝呢 我個人是覺得可以再塗的厚一點 因為這個塗裝呢 可以稍微看到裡面塑膠的這個原色 應該是塗的不夠厚吧 那看到手臂呢 有一些細節刻畫 那裡面呢 就是非常的空洞 這個東西呢 是非常要不得的 這個官方 這個偷東西是不好的行為 所以說呢 小孩子不要學 看到它的下半身呢 這邊 有個洞 這個洞 我就覺得這個洞很好玩 這個待會我們來玩一下 它的小腿呢 看起來是還OK的 基本上它的腳呢 是根據這個Alpha Triumph 所做的一個改模 看起來是差不多的 多了兩片翅膀 那看到人物的後面呢 基本上看起來就像這個樣子 看起來是還OK的 那接下來呢 我們來看一下它的可動性 首先呢 如果這兩塊搬起來的話 頭是可以轉到這個位置 另外一邊 這邊 那如果把這兩塊收進去的話呢 頭是可以自由的轉動 沒有任何問題的 肩膀可以360度 沒有問題 但是呢這個翅膀要記得 不要把它收到這裡面去 會卡住 要把這個翅膀拉出來 才可以360度的轉動 手臂是可以平舉的 二頭肌可以旋轉 手肘彎曲 大概是這個程度 拳頭是沒有旋轉的 這個東西呢 是非常可惡的 腰是沒有腰轉的 這個排砲是一個非常可憐的男人 腳往前踢 往後 往外 一個球形關節 膝蓋彎曲呢 大概是到這個程度 腳掌 往前 往後 沒有一個接地功能 那這個Brush side的這個可動性呢 算是普通 基本上就是 算是一個及格的一個邊緣吧 那它所附帶的這個武器呢 也是可以跟它做一個互動的 那是一個廢話 上面呢 這邊有洞 有洞 有凸 你愛怎麼擦 就怎麼擦 我跟大家講過很多次了 這個東西很緊 非常舒服 好 插進去呢 就像這個樣子 那它就有一個肩炮的一個感覺 看起來是 OK 普通 那也是可以握在手上的 是沒有問題的 握在手上呢 就像這個樣子 那這個東西呢 我剛才有提過 這邊 這邊有個洞 這個洞 看起來很不良 我就很想給它嘟嘟看 那我們來插一下 喔 那插上這個東西呢 看起來是 非常猥褻的 這個東西呢 應該就是這個玩具 最大的一個亮點 它最好玩的地方就是這裡 就它這個胯下有一個 有一個神秘的洞 那這個洞呢 你可以安裝非常多的武器 你愛怎麼擦就怎麼擦 那我就 想說拿這個 人狼的這一隻 劍來給它插插看 那插在這邊呢 果然 看起來 看起來是 非常的屌喔 看起來非常正點喔 那這玩具 我覺得 這個玩具最大的亮點呢 應該就是這個 武器的這個插孔 設計在這邊喔 嗯 是這個玩具 最好玩的一個地方喔 看起來是 不錯的 嗯 蠻屌的 那這個Brosite呢 它是雷行拯救隊的一員喔 那所以呢 我們就拿出官方所出的這個 沙豹 還有這個彈簧 三個給它擺在一起 看一下 那基本上呢 三個的身高呢 是差不多的 那擺在一起來看呢 看起來也是 非常的合適 這一款由官方所出品的這個Brosite 也就是排砲 在整體的表現上呢 算是普通 那人型呢 是它最大的一個亮點喔 官方呢 也非常久沒有推出這個角色的玩具喔 所以呢 我個人是覺得說 如果說對這個角色有愛的話 或者是呢 喜歡這個雷霆拯救隊的呢 是可以考慮把它納為你個人的一個收藏喔 那今天這款Titans Return Brosite的分享呢 就到這邊告一段落 謝謝大家 下次見 掰掰